你只要出了国门 你代表的就不是你自己 而是你的国家的形象 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有一种使命感 觉得还是挺自豪的 他们去讲中国的这些传统节日 然后怎么去庆祝 大家最近是不是都在家吃剩菜 我们也吃了两三天 你记得如果是在以前小的时候的话 每天还有人去拜年 拜年你有得做新的做新菜 马上就开始吃剩菜 这是买的葱油鱼 在华人超市买的那个面特别的酸 大家看一下这个饼 煎出来就这样 让我们卷饼吃 这太酸了 这不酸啊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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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一样的味道 我不知道 可能它需要更改变 没有 但是 肚子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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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都去上学了 接着11点钟上班 大家看一下在干啥 心理厨房 我给孩子们做完早餐 吃完我又睡了一觉 今天要去上课了 有一些粉丝朋友问我怎么好久没见我拍上课的视频呢 是因为前段时间不是身体不舒服吗 然后接下来又到了冬季 天气不太好 现在天气暖一点了 然后 该忙的事也都忙的差不多了 所以就要开始去上课了 确实也停了好久 然后大家也都能感觉到我的口语退不好大 因为平时也都身体不舒服 也都没有怎么出门 天气又不好 就在家 你很累吗 没有 你很累吗 我感觉更好 我睡了 30分钟 你吃饭什么 我今天要去上课 你去上课 你去上课 10.30 我只去上课 一课 我买了这个火鸡面 我们好久没吃了 然后有粉丝朋友说我们家是不是不吃辣椒 我们家 Jason 我 Angela 我们三个是吃的 Adam吃不了辣椒 所以我们先做饭的话 是做不辣的 要吃辣椒的话买的有辣椒酱 Jason那会儿要上班 我那会儿要上课 我出发之前煮点火鸡面 Jason就直接这样子干面 然后整个一包酱料倒进去 自己辣的现在受不了了 开始喝冰 冰牛奶 I never add 好久没吃辣的了 前段时间胃不舒服 辣的都不敢吃 我怀疑的时候 特别弄吃辣的 那个辣的疼度给我爸都吓到了 我爸很喜欢吃辣 然后我吃的比他还要辣 三点六四牛奶 还有一次买那个超级无敌辣椒 就是最高魔鬼辣 自己吃辣的眼泪都出来了 就没办法含冰 吃完之后就含口冰 我们的泡面 或者是亚洲那边的 那个面吃的有嚼劲 美国这边的泡面 别提多难吃啊 就先不说它那个味 反正我不喜欢啊 你不是说它就一定怎么难吃 反正我自己 不甘就了 我们俩不喜欢 一点都不筋道 口感也不好 那个面 I remember before This is black, right? 嗯嗯 The top spicy is what color? Red Red First time I ever bought this I bought the red 嗯嗯 I remember I went to the shop by our house and I was like I'm gonna get some spicy noodles 嗯嗯 Here's this This is one-time spicy This is two-time spicy I want spicy So I'll get the two-time The two-time It's crazy Like this is really It's about as spicy as I can handle You know Any spicer than this Is too much for me You add too much I never add the food bag That's really spicy Oh Oh I make a good Oh I'm gonna eat I went to the shop I went to the shop I did not get too much I really did not get too much No bi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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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hear is this 有 bait, 狼狞,我不用戴上,用戴上蜜, 因为我们说戴上蜜狞有很多意思在中国, 我们用戴上蜜, 这是故意的, 戴上蜜,所以有很大意思, 但是戴上,我们就觉得像笑的, 有点友谊 versucht because the western concept the western idea of a dragon is like lethal but in China the idea of a dragon is very positive very powerful and good luck 今天学 十二生肖 它叫做中文 牛 兔 蛇 狗 我下课了 一点钟了 还好出来之前吃了东西 在这里跟同学 跟老师太久没见了 跟他们聊了好久 还是二月份舒服 天气暖了 可以出来 然后来上上课 跟同学之间 老师之间交流一下 去年刚开始报这个课程的时候 刚好是临近春节的时候 也是学了关于春节的一些 传统的文化知识吧 然后今年也学了 今天主要学的是十二生肖 觉得还是挺自豪的 去跟他们去讲 中国的这些传统节日啊 然后怎么去庆祝呀 然后还给他们看了 我们华人在这边举行的 同城华人局举行的春晚 我们都觉得好幸福 好幸运 在国外还能有自己本国的一些 传统节日的一些庆祝活动 那就是你人生在海外之后啊 你只要出了国门 你代表的就不是你自己 而是你的国家的形象 就会自然而然的 就有一种使命感 我也不知道 是我自己是这样子 还是大家都这样子 我就会觉得 我会给自己放在这个标准上面 有一点点压力吧 然后也有也很自豪 压力的部分是因为 你要就是更严格的 去规范你自己的言行去指吧 自豪的呢 就是因为我们代表我们自己的国家 而且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一直说大家都知道 你来自中国 这是在国内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从来从来没有体会过的 就是今天在这里跟大家 谈谈心吧 谈谈我在这边的一些感受 而且我们的英语老师 他在中国待了19年 所以我今天一说那个 就是我们那个龙的英文 一说然后他就知道了 我跟杰森讲 杰森都不知道这个 因为大家都是用 用那个Dragon 还有就是 那些同学之间 只要一提到说中文 就是天哪 中文太难了 你看今天我那个 跟我做一桌 那个同学 他是俄罗斯的 他就觉得 完了你学拼音也就算了 学了拼音之后 然后还有汉字 学了汉字也就算了 然后你还有声调 每个声调对应的 还是不一样的汉字 不一样的意思 有些甚至同样的读音 同样的字 意思都不一样 就是太难了 包括我之前跟一个老师 去接手中文的时候 他说天哪 中文太难了 真的很羡慕你们 然后从小都说中文 然后写中文学中文 这与生俱来的母语 不用额外的去学 从来走走心情舒服多了 好开心 现在身体也舒服一点 拜拜